我想今天趁今天是這個國家安全教育日 跟大家講一講 這些外部勢力怎樣利用香港的代理人 去危害我們香港和國家的安全 這些外部勢力 他們就會在香港首先辨識一些界別 或者辨識一些媒體 來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 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將香港人的心 潛移默化地變為危害中國的一個思想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另外這個老闆所控制的媒體 亦都是不停用一些誤導、炒作、不盡不實的報導 從而分化人心 從而挑起社會的仇恨、對國家的仇恨 只是我們警方已經在過去年幾的時間 是出過130封信或以上的信 對於他們一些誤導、不實、一些不正確的報導 作出是投訴、作出澄清 我在這裡我想跟大家講講 任何人如果你是要做這些外國勢力香港的代理人 我不論你是個人、不論你是團體 或者你用什麼身份去掩蓋你 只要你危害國家安全、侵犯國安法 或者其他相關的法例 你是要為你犯法的行為是付出代價 你要是用法律來找數的 我和我的團隊會和我一生的精力 去將你抽出來 一定是會找證據將你承知於法的 你們要講 對阿伯 在我心中說 你會找證據將來 然後來